20年前,8岁的大和目睹光月玉田被处刑后开始崇拜光月玉田 自此之后,大和和其父亲的关系就处于水火不容的状态 20年后当陆飞等人前来回到讨伐凯多之时 大和加入到曹帽陆飞阵营开始帮助其打败自己的爸爸 之后因为手铐的事情,大和对于自己父亲的痛恨之心达到了极致 最终自己的父亲凯多掉入到岩江当中后 大和接住陆飞后微微一笑,不难看出 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父亲已经没有了一点点感情 今天就来详细说一下大和和凯多之间的微妙关系 看看究竟是大和更加孝顺一点 还是凯多对其更加惨暴一些 要想清楚地知道大和和凯多究竟谁对谁更过分一些 首先必须得了解大和和凯多反目成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大和在八岁之前和他的父亲相处得非常融洽 两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深仇大分 但是自从大和八岁看到了光月玉田下游播的事情后 大和就开始崇拜起来了光月玉田 凯多尝试使用了说服教育 但对大和一点效果都没有 大和持续闹了一个礼拜最终凯多对其更加失望 因为当时凯多刚刚和光月玉田战斗结束 他身上还缠着厚厚的风带 大和没有关心身为父亲的自己伤势如何 反而因为玉田的事情闹起来了别扭 见此情况后凯多表示说如果大和继续自称光月玉田 那么自己一定会送大和前往西天 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句狠话 实则此时此刻凯多依旧还想给大和一个机会 不然的话大和可能这时候就已经被凯多给打死了 之后凯多把大和和武士关在了一起 并以额肚子的方式企图让大和认清武士的真面目 此时此刻只要饿了一个月的武士抢了大和的饭碗 那么凯多的目的就算是彻彻底底达到了 然而之后武士们却把饭菜让给了大和 并给大和翻译起来了玉田日记上的内容 可以说凯多的这个计划不仅没有让大和停止追星 反而让其追星的程度变得更加不可收拾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大和对于自己的父亲已经没有一丁点感情了 因为他知晓了玉田日记上的内容后 开始了以光月玉田为第一视角的独特办事方式 比如大和想要把自己父亲击败霍士打死 又或是赶出和之国的目的 完全就是因为光月玉田和凯多是对立的关系 光月玉田想要击败凯多 所以大和也要模仿光月玉田将自己的父亲赶出和之国 光月玉田想要让和之国开国 不然自称光月玉田的大和也要让和之国开国 对于开国的利语比他完全不知晓 只是因为光月玉田想这么做 所以他必须得模仿光月玉田这样做 再比如大和救下逃之助的原因 只是因为他本人自称光月玉田 而后陶之助是光月玉田的儿子 所以他觉得身为父亲的自己 必须得解救自己的儿子 在比如小任和陶之助遇到敌人后 大和表示自己为了小任可以舍弃自己的性命 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小任是一个好人 自己必须得保护好这个所谓的好人 从而舍弃自己的性命 而是因为光月玉田可以围保自己的家臣 舍命进入游户 忽然自己也要模仿光月玉田的行为 舍命保护他的家臣 在比如大和说陶之助必将为世界带来黎明 必将为和之国带来繁荣穿善的事情 他本人对于陶之助没有任何了解 他不清楚陶之助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治理这个国家 是否可以让和之国民众过上幸福生活 只是因为玉田日记中有介绍陶之助是玉田的儿子 他的名字遇着天下无敌 玉田认为自己的儿子肯定会更加优秀 所以自称光月玉田的大和 也会无条件选择相信光月陶之助 最后还有大和上传的动机和理由 他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 那就是陆飞是艾斯的弟弟 所以陆飞肯定会让身为光月玉田的自己上传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大和的所有行为都和光月玉田有个密切的联系 说好听一点的话 可以称之为继承光月玉田的意志 说不好听一点的话 就相当于是纯粹的光月玉田工具人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凯多残暴不仁 大和杀死他的父亲是非常正义的大义内心行为 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凯多确确实实是一个坏人 无论怎么洗都洗不白的那种坏人 但是大和打死他父亲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凯多做了坏事 而是因为凯多把自己的偶像给杀死了 孤儿自己要代替偶像将自己的父亲送入到地狱当中 当年艾斯因为小玉的事情闯入鬼岛后 因为凯多远真的关系孤儿岛上并没有任何干部 打败百兽海贼团小喽喽后不下建议其先送孩子回家 由此可见艾斯的目的是解救受苦受累的孩子 让他们能够和自己的父母团聚 与此同时与艾斯对立的大和却并没有这种想法 看到艾斯解救被关押的小孩和父女后 大和居然说了一句正好闲得没事做 不如你来当我的对手来打一架吧 由此可见他对处于底层的普通民众完全没有半点怜悯之情 因为他的偶像光月宇田当年也对和之国民众很不负责 比如他为了自由抛下国家独自一人出海冒险 中途回国后知晓凯多和黑炭大师干坏事后不闻不问 回国后罗杰和雷利等人提出要帮助他的时候他也拒绝了等等 光月宇田对受苦受累的平民不管不顾 所以身为光月宇田的大和自然也不会对平民产生出任何的情感 所以凯多是好是坏根本就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 因为大和想要杀死凯多与凯多的好坏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大和自打八岁时开始崇拜光月宇田 只是他整个人就已经变了 他变得不再相信自己的父亲 也有了想要杀死自己父亲的想法 如果当时凯多掉入到岩江当中的话 大和或许还会对凯多产生一丝丝怜悯之情 但是之后因为手炮的事情 让大和给予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了任何情感 紧接着在以凯多的视角看一下他对自己的女儿有多狠 大和八岁之前凯多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儿的 他吩咐自己的手下称呼大和为鬼公主 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大和八岁的时候开始崇拜光月宇田后 凯多对于自己的女儿开始有了一点点失望 因为他所崇拜的光月宇田是差点要了自己命的家伙 然而此时此刻凯多并没有想着放弃大和 之后看到说服教育对其无效后 凯多尝试了棍棒教育外加恶度自己的 没有想到的是弄巧成桌反而使得自己的女儿更加崇拜光月宇田 此时此刻凯多对于大和已经彻彻底底不抱任何希望 之后他立马给大和安上了可以爆炸的海楼石手铐 设定上这个手铐是大和只要敢离开和之国 那么手铐就会自动引爆结束他的小命 此时此刻凯多已经完全把大和当成了一个工具人 毕竟肥水不留外人田 他想让这个工具人当上和之国将军 如果这个工具人待在和之国听自己的话杀是没有 但是一旦离开和之国那就彻彻底底和这个世界拜拜了 对于大和 凯多并没有杀死他的想法 要杀死他的话简直如同踩死一只蝼蚁一般 对于凯多来说没有任何难度 凯多只是想把这个无药愧疚的家伙利用得更加彻底一些 为此大和之后吃下了凯多费尽千辛万苦得到的换手种果实 并且还从凯多身上学会了很多招式 与此同时自报自己的凯多决定顺从女儿的追星要求 要求自己的部下称呼自己的女儿为大和少爷 并对这个大和少爷表现的极为尊敬 他想让这个光月雨天的工具人摇身一面成为自己的工具人 此时此刻大和的性命虽然暂时保护了 但他却失去了自由以及追寻梦想的机会 简单来说这两人对于彼此的情感基本上都是半斤八两 凯多虽然对自己的女儿非常残暴不仁 但是大和明显比起凯多更加孝顺一些 观众之所以看着父女俩的感情比较奇怪 全都是因为大和的动机和目的太过于让人无法接受 仅仅只是看了遇前下游过就决定终身成为遇前的工具人 光是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感觉很不对劲的 如果说剧情是大和从小看到自己的父亲才害普通百姓 他觉得父亲的这种做法属实有点不对 不然大和开始不断反抗自己的父亲 一边反抗父亲的同时一边解救受苦受累的普通民众 并给他们发放实物企图让对方过上更好的生活 之后凯多知晓这件事情后把自己的女儿狠狠打了一顿 而后大和看到受苦受累的普通民众后 开始不断积累自己对于父亲的厌恶之心 最终大和在某一天发现自己救济的村民全部都被凯多杀死后 他这彻底地爆发了 他决定和自己的父亲反目成仇 并帮助那些受苦受累的普通民众将其父亲驱赶诸和之国 如果剧情是这种形式的话 估计看起来更加舒服一些 总之这对父女俩的感情先看着很不舒服也很不合理 观众们看了他俩的感情变化之后也是一头雾水 伟田给予了大和女性角色有生以来最为良好的条件 包括人人都为之痴迷的白毛 人人都喜爱的纳眉眼 不同于其他女性角色的强大战力 以及那开朗且有豪爽的独特性格 外加上一个非常强大的低之一之 不难看出伟田的目的就是想要大家喜欢这个角色 但是发生在他身上的剧情却甚是尴尬 总感觉大和和凯多反目成仇的动机很不对劲 如果硬要以最为通俗一动的方式明白他俩的关系的话 那么只能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来列举一下 比如你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八岁之前你和自己的女儿相处得非常融洽 但是八岁的时候你女儿看到昆昆跳舞的视频后 立马今天喊着说要成为昆昆 并且还把自己的头发弄成了中昆 天天在你面前喊着机灵太美并表演起来了打篮球 你看到你女儿如此痴迷追星后 先是对其进行了说服教育 发现不管用后又采用了混棒教育 最终无可奈何后你又使用了一点小计谋 然而你的女儿追星的风暴程度变得更加愈发不可收拾 亲朋好友甚至整个城市的人都知道你女儿要成为昆昆 这时候因为没有法律约束的问题 你完全可以将其抛弃或是解决掉重新练一个小号进行培养 但是你没有那么做 你开始抢破你的女儿每天练舞 企图让己摆脱那种娘气的文化 并继承你所谓的全国武术冠军称号 这时候你的女儿已经叛逆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她无时无刻都想着要杀死你 最后你知晓这件事情后决定自暴自弃 让你的亲朋好友都称呼你女儿为昆昆 并给她换了一身衣服 让她天天在你面前表演起你太美 二十年后 已经年老的你事业正处于巅峰之时 忽然跑出来了几个也非常迷恋昆昆的敌人 之后你的女儿遇到志同道合的追星好友后 并马和其组队商量着如何才能杀死你 最终你被这群昆昆粉丝干掉后 你发现你的女儿并不是为了普通民众进行努力奋斗 也不是因为你是黑帮的关系 故而想要解决掉你这个坏人 而是因为你不喜欢昆昆的原因所导致的 你在临死之前苦苦思索了很久 自始至终都想不明白这个所谓的昆昆究竟有何魅力 这时候你的女儿露出了二十多年以来最为欣慰的笑容 好了 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求求你给阿金我来个赞吧 谢谢你陌生人